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光大师呢 我们看从1860年到1940年 前后有80年时间 他的一生呢 通过我们学习以后 到底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这一生有一些奇特的事情发生吗 他说过一些非常出格的语言吗 有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各种事件之类的 我们从这个英光大师的一生你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朴实的人 他这一生呢 没有任何言辞过于激烈 或者过于夸张事实的东西 也从来不谈这些神通鬼鬼的东西 从他的修学来看 他留下的文操 那么我们知道 他其实是对于大乘佛法的各种各配都是了解非常通道 他对于辱学的基础呢 有非常的深厚 是这么一位大师 但是从他表现出来的修学和文化的模式呢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专一的祖师 在所有的净土祖师里面 我们看到像印祖 还有第二代祖师 善导大师 这两位呢 都是表现出的是专修 专修净土 专服净土 专持名号 那我们看到像这个印光导大师 他这个专持名号 一句佛 一句佛号可以念到得念佛三昧 一句名号可以念到通达各宗各配 一句佛号呢 可以念到成为一代宗师 那他没有以一种打通家的身份出现 他处处体现出的都是专修 所以这些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 特别是修修净土的同修来说 应该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我们很多同学有些时候学的内容 学的法文太多了 贪太多了 一回学这个 一回学那个 学到最后呢 众心忘掉了 聂佛忘掉了 这个净土的毅力也忘了一干二净 我们也看到有些甚至 你看这个 离开了净土的修学 净土的凶修 几年以后再回来 你看斜支斜箭一塌都一样 他完全迷失掉 所以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看这个在修学过程中 因光大师给我们指出的方法是在净土的毅力上面先扎根 一定先深入地了解 通达 之后呢 在有时间有精力的情形下呢 可以去学习其他的达成经浪 如果说是我们净土的毅力还没有通达 没有了解 你学太多 他越学得多 心越散乱 越学得多 经历越散乱 最后呢 就是自己到底做哪一条路自己都不知道了 那也在这个时代也提醒我们 长时间的凶修非常重要 所以每个星期有一次两次或者是多一点时间的凶修念佛的话 你十年八年下了以后 你肯定这种信愿能够保持得住 如果中间如果说是放弃了 放弃了 然后你这几年回来以后你发现 完全我们看像局外人一样 就是他整个的信仰系统完全都已经减入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些众生都是喜气比较深厚的 又是特别健忘的 特别容易给自己找各种借口的 所以这个时代要特别是多加凶修 多加念佛才能够稳固我们的心愿 保证我们才能够对一生的修学才能够前行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 先看一下阴光大师时期的佛教现状 那么阴光大师时期的佛教现状呢 我们分三个部分 先看大器的形状 再看那个时代 和阴光大师同时的 但是比阴光大师要年轻的特殊大师 他提出的佛教改革 然后我们看看阴光大师他的方法 在前面的学习当中 我们看阴光大师所生活的时代 他是一个乱世 在我们镜头中的祖师当中 阴光大师和前面的道错大师 这两位呢 他出现是在乱世出现 那么其他的这些祖师呢 出现了 都是在这个盛世 或者说是相对的说 就是社会比较平静的时候出现 阴光大师时期 我们看到了清晚期 清中期晚期以后呢 整个的国历 整个的满清的国历是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到了清朝末年时期 到了清朝末年时期呢 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是有了这些西方列强的不断的入侵 这个当然 入侵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先有内乱 这个内乱呢 这个最大的一次内乱 前后折腾了十几年的 这是太平千国运动 那么太平千国运动 我们在初步了解的过程中 可能在之前大家所得到的信息都比较少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农民起义用途而已 但是详细了解以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起义 它是一个邪教的用途 邪教的用途 所以它从广西起下以后 都是打着这个要在人间建立千国 这一样的一种旗号 能修全他的这一帮兄弟们 他和上帝都是成群道地的 所以所到之处呢 这个最当时的满清就是中国南方最附属的地方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一起安徽这一带 那最附属的地方 所有的佛教寺庙基本都被破坏在这里 除了佛教寺庙以外呢 道教的道观 儒家的文康帝君 土地公 甚至了岳飞庙 关公庙 这所有的私俗 还有大大小小的祠堂全部被破坏掉 所以有些同学可能去过像林隐寺 去过像九华山 葡陀山 这个九华山 葡陀山正好都是在他所破坏的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一次的破坏当中 九华山的佛像全部被砸光了 葡陀山的佛像也全部被砸光了 这一次的邪教寺度 所以这一次对佛教的破坏 比以前的这三五一宗灭佛死 一有过之而无忌 那么这些呢 其实在佛教的历史上是记载比较详细了 但是在一般的历史当中 这次奇妙但写的一句话提过了 说传统的话的东西被他们破坏到晚了 自己这么一句而已 那么紧接着 紧接着呢是有一个妙才献学的运动 妙才献学运动呢 那么这个是由当时的呼光总部 叫张之栋提出的 张之栋在晚间时期 和曾国藩 还有李鸿章 左宗棠 他们都是晚间的四大重臣之一 其创养无运动的 办企业场 办枪耗场 信件工业 信办 行事教育 但是他做这些事情呢 我们知道是需要大量资金的 而清政府那个时期呢 基本上是遥遥欲坠 他不断地吃备账 不断地在赔偿 一赔偿都是几亿两 几十亿两的背影 赔给日本人 赔给美国人 赔给法国人 赔给德国人 你就看到那个时期 就是国力弱的时候 任人贼和任人欺负 那这个张之洞 当时要办学 办新式的教育 办新式的教育 没钱怎么办 他看到 苟延长长的寺院里面 还有一些房子 还有一些土地 他就开始打主意了 就是把这些房子 土地呢 都收交过来 作为办学的费用 但是 他这个想法 得到了当时将来 逼对很多人的支持 但在实行过程中 就变质了 怎么变质呢 地方的一些贪官污吏 成绩呢 就可以是霸占寺院的财产了 这个就是给 本来摇摇欲坠的佛教上面 又牵了一把火 这是殷瓜大师生活的时期 佛教的真实现状 这是第一个情形 第二个呢 那个时代我们看到 由于这个晚清的衰弱 这些长秦的父辈 再加上西太后 我们知道 五十年时间的垂怜亲政 到直接他自己亲自出马 坐上长秦 那么整个呢 佛丽丝对位 这一千不止一千的时候 当然这个社会上一些非常有名的 有识之士呢 他开始奋起疾呼 要救国救民啊 要有新的思想啊 让民众能够觉醒啊 所以在那个时代呢 这些像一些新的 其他新观点新思想的啊 陈独秀啊 鲁迅啊 蔡元培啊 这一批都起来了 起来以后呢 他们呢 找 找满清政府落后的根 找来找去呢 大家认为这个是文化太落后了 思想太落后了 所以呢 就提出了新文化运动 这个新文化运动 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时髦的口号 那么新文化运动 当然你要提倡性文化 要破除旧文化 破除旧文化 破除旧思想 破除旧的风俗习惯 包括我们将要过的端午节 包括我们的冲节 都不过了 不过了干嘛呢 一切都以西方的作为标准 甚至呢 在那个时期 开始反传统 反儒家 反文言文 只要是文言文的东西都反对 要提倡全面的文化文 反到最后呢 出现极端 极端到什么情形呢 连汉字都反对 所以那个时代 包括鲁迅王都提出 汉字可以废除 用罗马字母 二十六个字母来带起 开始呢 要创造新的文字 所以 所以在那个时代 正在这样一种风潮之下呢 佛教就被认为 是空间迷信的东西 所以旧传统 旧文化 旧思想 应该被打倒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在那个时代 佛教所面对的压力 好 这是第二个情形 第三个情形呢 佛教自己的 内部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 内部的情形呢 是有两种情形 两种情形 一个是山林佛教 另外一个呢 那个时代的佛教呢 最明显的特色呢 是金采佛士 山林佛教呢 我们知道 就是佛教走向山林 离开人间 这个是在唐代时期就开始了 那么唐代时期呢 为什么要开始走向山林呢 是因为都市里边太繁华了 所以呢 开始走向山林 走向山林 马祖造仪 开始建丛林 北方禅师 开始立清规 所以一直 延绵了一千多年下来 那么到明代时期 明代时期呢 这个思想越趋保守 唐代算是思想非常开放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大学是自由的 是离开都市去山林 离开去修行的 但明代时期 我们在学习明末 学习连曲道士 和偶遇道士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种情形 我们谈到这个朱元璋 他是一个小和尚出家 他对佛教呢 非常了解 那么他的起义起家呢 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起义的 最后呢 蒙古人赶至中原 建立了明朝 那么朱元璋呢 对佛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 那是政府管理体系的这种模式 他把佛教分为这个 这个研习经教的寺院 做禅的寺院 那么另外一类呢 就是做经参佛寺的寺院 这些所有的寺院之间 是不能做交流的 那这是那个时代管理的方式 另外一个呢 做禅的寺院 研习经教的寺院 包括聂伯的寺院 是不能和民众接触的 那就是你可以关起 能力自己修行就好了 在山里边住着 自己去做修行 然后呢 各个寺院呢 都有自己的钱财 那你们自己自足就好了 那么和民众接触的是什么呢 是经参佛寺 那经参佛寺 那经参佛寺是做什么的呢 经参佛寺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一般都是贱王的 超度亡灵的 那恰恰呢 我们知道做禅的寺院 禅重的寺院都讲修行的 演习经教的寺院 那比如说演习华言啊 演习天台啊 演习净土啊 等等 这些呢 都是在教理上面 非常深入的这些神法 但是这两类 一类讲修行的 一类精通教理的呢 它把它限制住 不让他们和普通的老百姓接触 而接触 与本性有接触的呢 是做经参佛寺的 做经参佛寺 当然 从一个方面来说 我们知道 这些大家的民俗习惯 也许大家对于行校的思想 那么一般在这些亲人去世以后呢 都会找圣人来诵经 那这种方式呢 也是佛教入乡随俗 接引众生的一种方便 但是到了那个时代 我们知道明末清除 以及清末这个时代呢 这种精彩佛寺的发展 到了一种并态的程度 到了并态的程度呢 就是过度的发展 变成了自看经济利益 就是这个精彩佛寺呢 完全和钞票挂钩了 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 那么这样呢 这个 对于佛法的毅力的推广 那个时候呢 由于对于 严习经将僧人的限制 那么做禅的推广 由于当时呢 对于禅宗僧人的限制 所以呢 基本上 大家所接触到的 都是做精彩佛寺的生人 那么最终所导致的是什么呢 大家对佛教的认知 就是和鬼神打架道的 和死人打架道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个特训大师 或者要提出给个 第一个所要反对的 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 像台湾的这些行用大师 印尊大师 他们这一期提出的 一定要先改变 佛教是死人教 这样一种形象 那这就是那个时代的 这就是离病啊 推到极致以后呢 对佛教造成的负面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那这也是 在并光大师时期呢 佛教所出现的 另外一个情形 那么第四个呢 是到了清昌末年的时候 佛教里边八大宗派 除了传宗和净土宗之外呢 其余的已经是绝传了 或者说有些姿势有法媚的 微弱的传承 但是呢 已经基本上 这些宗派都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那善知识也是越来越少 能够开悟的 能够明信见信的 非常非常的稀罕 所以那个时候呢 说老死雨下 什么叫老死雨下呢 我们知道禅宗是参话头的 就是咬住一个话头 以前真的 你看到在那边在坐船 但是呢 没有任何的剑术 也没有明信见信 那就是以这种参话头度日子而言 那这是 丁瓜道四十七佛教的 禅宗的现状 所以我们看到相两个时代 一些有事之事啊 出江这家的 这个这家的非常有名的 像洋人三居士 他为什么要奋逼疾呼 要去培养佛教人才 甚至呢 我们看到像特学大师 都是在他所办的 新式的学堂里面 起源精神里面去学习 那么也就是他看到了这些问题 问题是 只是非常死板的造作一种表面的形式 这些参话头 但是有没有故 有没有对教理上面有没有通打 他完全是不管的 那么妄谈般若就是 只是在那边 在那边呢 大家都是在谈空里 谈口头般若 谈口头三位 真实的对于地理的通达 完全是没有那么整体的把握 偏语一边 偏语一边 我们看到就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多么的就是要破我之 多么的就是要不着相 多么的就是说 若以色见我 我以人应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这样的非常片面的语句 把它作为一个修学的标准 读六十谈经也是 看到六十谈经 这些非常片面的偏执空的一边 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反复的身份 那其实我们看到像这些情形 到今天依旧还存在 口头上什么都不执着 什么都不用去管 但是作为反复的身份 你给执取的一定要执取 给坚持的一定要坚持 给做的一定要做 这个理上和事上一定要分清楚 还有是宗教很烂的 宗教很烂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 就是 宗指的是禅宗 教指的是教下的宗配 对于宗门不立文字 教会别传 知之人 新鲜现成佛 直持为这是佛教 把禅宗认为这是佛教 然后呢 对于所有的佛教毅力 都排斥 认为了你是执着文字像 那如果说是连读 那如果说是连读经 读经 读经 这次大德会出来 开始挽救佛教 所以我们看到明代的末年 明代末年 有连诗大师 偶艺大师 有子伯大师 有汉山大师 这四位高僧出来正信佛教 挽救佛教 所以明代末年 炫似佛教的一个小洋葱 开始回暖了 所以到了清代的初年 到青春期 整个佛教很不错 那一到清末以后呢 又回到远了的样子 又开始随北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各宗各配的一些大德 比如说是像济贤法师 这是千台宗的一位高僧 英光大师对他很忠诚 英光大师这是净土宗的 当时代表净土宗的 因为可以说 只净土大旗的 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大师 因为我们看到像英光大师 由于他长期弘法的地域 只要是在上海苏州的一类 对浪格斯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还有一位禅宗的高僧大哥呢 就是虚云老和尚 所以这个是我们禁对禅宗五个派系 五个法媒 之所以还能够持续下来 全平是虚云老和尚一手之力 所以这些几个宗分的祖庭的恢复 禅宗中分的正性 没有虚云老和尚可以说 完全是另外一剧局面 这是我们中美民国三老的这三类 那么如果说再加上比较年轻的几位 那我们看民国是其六大高僧 另外就是太虚大使 齐场佛教给阁的弘一大使 那么太虚大使呢 主要是弘扬的是法下为师中的思想 那弘一大使弘扬的是兰山律中的思想 那当然我们知道弘一大使呢 弘一大使呢 是以弘扬律学著师 著师 研习华言 这样的精神呢 倒归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还有一位呢 是袁英大使 袁英大使 这是禅宗的大德 一生主要的经历呢 都放在弘言经的讲解上面 所以在那个时代啊 大家忠称他叫弘言之王啊 那对弘言经讲是讲太好了 但是我们知道 袁英大使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那晚年的时候呢 就把这一切的 禅宗的参学功夫都放下了 那然后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尽土 那所以他所著的 圆明讲堂之前叫一吼堂啊 做四字吼 那么后来改成三求堂 求父求回求生尽土 这是那个时代出现的六位 非常了不起的正姓 汉传佛教的高僧大伙 那么我们首先重点来看一下太虚大使 太虚大使那个时代呢 由于他的思想是比较先进 也比较激进 所以由于他追随 追随松中山先生呢 在革命 所以他是一个出家人生 追随松中山先生革命 都被慈禧太后导致通缉 所以有一次在通缉的时候 他躲到佛陀山去 那躲到佛陀山去那一次呢 和印光大使呢 有七千七亿的畅谈 所以那一次呢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印光大使呢 比他年长了 所以呢 对于太虚大使呢 是非常爱惜 觉得这个年轻人思想呢 是比较激进 但是呢 对于佛教的护持 对于佛教那个时期 很多这些发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偏执 或者说是一些非常难堪的一些并配呢 他提出了各种革新的方法 那么他所提出的革新方法呢 他叫革命小将 教类的革命小将 提出了从教理 从教制 从教材方面做三大革命 那么教理革命呢 主要说是还原佛陀 求无众生 以仁为本的精神 少谈鬼神 这个太虚大使呢 到南传佛教地区呢 曾经都有来过 来过新加坡 到了缅甸 其他地方都有去过 来新加坡呢 是居森林的创办人 就是转到老婆上 请他过来 过来奖金 转到老婆上 和他是同学 同餐道义 所以他参学回去以后呢 看到这一堆地区 这一堆地区呢 佛教呢 是非常显慎的 他去到时期 也看到佛教是和普通民政的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 那么佛教对于社会的贡献 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大 所以他回去到了当时中国大陆以后呢 对他的启发很大 他说一定要还原佛注释出现 是人道的形象出现 以人的形象出现 那么他首先要觉悟的众生呢 是人道的众生 人道的众生 我们知道主要的对象 是他所教化的 那这些人呢 有烦恼的众生 而不是说是把重点放在超度鬼神上面 超度亡灵上面 当然这些鬼神亡灵呢 也是众生之一 但是呢 毕竟来说 毕竟来说 佛陀的言教主要是对人道众生而讲 你太过地去谈其他的这些众生了 那么对于一般不理解佛教的众生 他自然而然认为佛教就是悲心了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近代他去打算不断的启唱这些 那么他也是从这些南川佛教佛教回去以后呢 他看到虽然说 虽然说 他说那个时代 汉川佛教号称是大乘佛教 号称是自立立他 但是所做的呢 很不如南川佛教做的 所以那个时代呢 对南川佛教他们一般的这种观点都是自良患 都是自欺自渡 不会立即社会 但是退一段时间回去以后算不是的 他们对社会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另生事业 做得非常多 所以同时一定要回归大乘佛教自立立他的健身 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 那么那个时代呢 他就首先提出了人生佛教 人生佛教主要谈的是把佛法用一用在生活当中 佛法和生活是打成一片的 不是说是在寺院里边在山林里边是修行啊 离开山林离开寺院到家庭里边都不是修行啊 不是这样的 佛法真正的精神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祖师菩萨 一直在谈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穿银吃饭 我们带人节目 我们工作的场所 这些场所呢都是道场 那都是我们修心的地方 都是我们修学的地方 都是提升我们的地方 所以要真正的把佛教 让他有重新幻化生命啊 真正的起到能够立即众生的作用 必须要和他人生化 要和他生活化 这是第一个他提出的教理的革命 那么教制方面呢 他说革除子孙丛林走向十方选贤 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 培养其试验室的需要的住持生团 这个十方选贤的制度 十方丛林制度 其实是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这种十方选贤的制度呢 是一种非常民族的选贤制度 它的历史非常久远 所以我们总是谈说是 马祖建丛林北让立清规啊 那也就是说这种十方选贤的制度 是从北让禅师开始呢 就已经在当时的各个寺院开始推广了 那么推广的主要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是说是你年龄大了 或者说你的辈分高 然后你就可以作为寺院的主持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谁有才能 谁有德行 谁的教理要通达 谁持戒经验 通过大家民主选举去担任寺院主持 那么担任主持呢 他依旧还是谈一期 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谈第几任 第几任 三年一任 你可以连三任 三年任九年 然后呢 不管怎么样 你要下来了 必须要培养新的人上去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成立制度 所以我们看安全佛教 他之所以能够延绵一千多年经久不衰 其实主要是因为有这种制度的保障 但是呢 到了这个清末时期这种制度就推行不下去了 那么推行不下去 转而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寺院里面有了一个住持 然后呢 他就可以是收自己的徒弟 徒弟再收徒弟 变成了自己一个子孙丛林 这个在十方丛林里面 住持是不允许在寺院里面收自己徒弟的 不允许收徒弟 所以你如果又收了徒弟以后呢 你得有了私心了 你有了偏心了 你就不能平等地对待大众了 所以特殊大师那个时候就看到 说你如果说是要 从丛林要继续要发展 那这个从丛林达到寺院 继续要保持这样一种民族选协的制度 因为就好的教育制度 好的培养人才的制度 好的弘法制度 那必须要恢复这种十方丛林的制度 那必须要培养更多的能够承担 重任的这样的公法的身材 所以这是一个教制的革命 第三个是教产的革命 那教产的革命 我们看是什么寺院的财产 所以这个这是根据 这是由于子松丛林的败滥 最终导致呢 这种寺院的财产呢 是掌困在这些 这一个派系的这样一些司徒手里 那么对于这些立即众生以及寺院的发展 都是起到了很大的障碍作用 所以他提出了这些寺院的财产呢 必须依旧恢复到以前的释放丛林制度 大家共同来管理 大家呢共同来去商讨这些寺院财产 他使用的方法和方面 只要是用了培养人才啊 供养一些有道德的长老啊 拜佛教教育啊 拜慈善司也 那么太学当斯这些思想起初以后 我们知道你看 我们看的都是非常好的思想 但是呢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呢 他要推行这些制度啊 阻碍太大 障碍太大 所以太学当斯 后来我们看他 直到他往生以后啊 这些制度呢 都是推行不开来的 但是他往生 他往生以后 大家随着这个满清的灭亡 民国的建立啊 大家知道他的思想可贵之处啊 所以呢 开始呢 就慢慢的慢慢的 驻步驻步 在用他思想的指路 那这些指导方向 开始恢复以前这种好的制度 所以现在当然慢慢的 已经基本上回不到以前了 那么另外一个 特学当斯那个时期 他依旧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事情 主要是在佛教的教育方面 所以呢 他参与创办了佛教会 这是一个统一的组织 还有佛学会 专门研究佛教的组织 这个是有这家出家 信众都在里面参与的 在武昌创办了武昌佛学院 这是他第一个所创办的佛学院 然后呢 在厦门创办了闽南佛学院 在重庆创办了汉藏教理院 这些教育机构 所以这些教育机构 就是新式的佛教的高等教育机构 这个所采用的呢 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大学的教育制度 所以这种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呢 他一般推行是有两年的养政 两年的基础班 然后呢 有四年的本科 四年本科呢 可以去大起了解佛教各宗各派的思想 然后呢 再有三年的研究生班 那么四年基础结束以后呢 你选一部各宗派 或者说选一部经书 作为你专门研究的对象 然后四年的研究生班 还有四年的博士班 所以你要这个真正要培养一个人才 除了前后也都要十多年的时间 当然这种佛学院的教育制度呢 这个一直呢 有退学大师开始 过来到今天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我们看到 包括在香港 马来西亚都推行 都在推行 那么所采取的呢 都是特许大师 那个时候所提倡的班学的制度 那这个是特许大师那个时期 他所提出的一些 挽救佛教的 从各层面所进行的改革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知道 虽然说这个教制 特别是教制的改革 在他所在的时期 很难推广开来 但是 他依旧 开了一个好头 那么到今天 当然我们看到 基本上 我们汉传佛教的寺院打起上 都是按照 特许大师所提出的这些教授改革 制度的改革 在进行 那么教理方面呢 我们现在今天所看到的人生佛教 包括这些年所推行的各种版本的 各种版本的人间佛教 都是由于特许大师他这个思想的启动而开发的 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由于特许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 后来呢提出人间佛 这个人生佛教到后来人间佛教 那么 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些人间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问题 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过度的人间化 过度的庸俗化 那些甚至呢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势 那所以任何这些思想你把它用过头了 或者说把它这种推到一个程度以后呢 一定要去监讨 监讨 监讨看这个 他的这个所提倡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像有些你看提倡人间佛教的道场 或者是整个他的系统组织 那这些佛教在任何时候我们谈到 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谈到学佛的目的非常明确 是要出离三界的 是要了三十的 是要脱离轮回的 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说是你要在人间去一直来人间进化人间 然后呢在人间不断的做人 那建立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我们要进化人间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提升这个人间的道德水平 为人间做出贡献 为一些弱势群起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如果说是你把这个佛教的目的 把它完全曲线于人间 完全曲线于你要来人间 来人间不断的做人 那这个是有偏差的 我们知道 要是发跃来人间做人 这个风险很大 这个我们在谈到这些 我们历代祖师不断在谈到 你要来人间做人 比求生进度还要难 那为什么呢 你做人是要有做人的资格的 你首先看你的儒家的五龙 龙肠基础 就是你道德规范 是不是够一个做人的资格 或者说五界的吃手 是不是很完整才可以做人 这是要靠自立的 而求生进度呢 信愿具足 我们持民念国 这是靠福利的 所以说这些任何东西 把它推到太过头 太过极端了以后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人间佛教应该起出 起出一些比较警觉的比方 那么我们看那个时代呢 阴光大师他起出 他起出的挽救佛教的 出现这些病态的一些方法 那么特学大师我们刚才看到 他主要是弘扬是维世学 维世学我们知道 他所涉受的主要 还是高级的知识分子 所以 退学大师时期呢 维世学发展 确确实实呢 是在社会上 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也对于很多知识分子的这种 接纳和影响也比较大 在那个时代 再由于他提察的人生佛教 这个思想是非常好的 能够拜托佛教 这种是死人教 是鬼神教 这样的形象 让大家看到 佛教开始走向人间 开始对人间有所利益了 那么他也开始组织佛教机构 办佛学院 所以呢 以这种方式呢 这个 来挽救佛教 来革新佛教 而英光大师呢 是通过流通善书 佛经 禅发 善恶报应 六道轮回 等英国能力 来宣扬佛教 李氏的教导功能 这个我们在 介绍英光大师生平的时候 也谈到了 英光大师那个时候 前后主要流通向 这个安寺全书啊 文昌帝兄英知本啊 这些讲英国的 当然这些都是 这些我们看到 注解都是从佛教方面来讲这些英国 那么这些是善说 善说 所以呢 有些这些佛教的人士呢 对英光大师这种方法呢 不是很认可 就说 你是一个佛教的大师 为什么去 为什么呢 去大量的流通这样的善书呢 劝善的书 劝大家信英国的书 那么对于这个呢 那英光大师呢 他是有他独到的见解的 他说这个世间和初世间的理不畏心性二字 世间和初世间的事不畏因果二字 这个世间和初世间的最高的千里 最高的离奇啊 在我们东方文化来谈 这一切都在我们的心性里面 那所以你看像陆九渊悟道啊 王守仁悟道都谈 我心即是千里啊 我心即是宇宙 宇宙即是我心啊 我心即是人啊 孔子一生谈人 谈这个仁慈的人 这个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但是孔子我们看的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 那么所以呢 到明代时期 王阳明和王守仁悟道都提出这个 人就是千里 就是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自信 那这个是与佛家的这些毅力 基本上是不出二致的 所以你看这些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呢 这些像陆王新学这一个派系啊 学佛学得是非常通达的 所以他们也有 也有在学佛过程中有开悟这样的经历啊 在参学 在学习儒家过程中有开悟这样的过程 那么就说明 这种通达 他能够把乳和佛能够打通的 所以这些 所以说他 印光大师这里也谈到 这种最高的毅力 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 都是谈我们的心性 但是心性 心性这个理威 虽圣人又有所不知 因为这个心性这个毅力太过威胁 太过优深 即使有些圣人你也无法讲清楚 那这个心性所包含的一切功能 心性所包含的这一切智慧 心性里面所具足的这一切功德啊 这些有些圣人他都不知道 但是谈因果 因果是什么呢 因果是四相 因果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 因果之四相 种渔夫一颗略小 就是最愚笨的人啊 最没有智慧的人啊 你跟他谈因果 他大起上会知道 你种个西瓜 拿个瓜西瓜子 种西瓜 不会结出来瓜 对吧 你去拿一个红豆 埋在地下 不会变成绿豆 不会长出绿豆苗 所以这些因果呢 这些义理他是懂的 那么这些因果 义理他懂了 就知道 善因是会结善果的 恶因呢 会结恶果的 这些义理只要他懂了 那么做人的基础 他就具备了 那么做人的底线 他就守住了 不然 你即使把一个制度建得最好 制度建得最好 你革命最成功 这些基本的底线 你守不住的话 最好的制度都有缺陷 他都是会在控制的 所以说 印光大师 他在这里他提出 应该从因果方面制造 那所以他这个 谈到这个因果 那因果这是根本 这是根本 那么如果说是 这些因果我们不去注重 因果不去注重的话 那么即使佛在来世间 他都没有办法度化众生 所以他谈这个 圣人之谦下 佛度众生之大权窍 大方便 都是因果 就是如果说是 大家都 如果说大家都不信因果的话 那么 他会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 他说 你做善不会有善保 那么做恶也不会有恶保 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必要去做善 他那么辛苦的做善干嘛呢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做恶人容易 做善人不容易的 做善人要坚持 要坚守的底线很多 但做恶人 你要放弃的话 一刹那之间 你就变恶了 但是如果说是 这些底线都守不住 你就想能够 敌坝 要是冲毁掉以后 那么整个社会 这个气息就崩溃了 那这个社会之间 社会之间的分歧就变会了 你想再把它转过来 就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一光大师 在这里不断地提出 因果教育的重要 所以他在那个时代 我们看他念那么多的书 那像文昌帝就因志文了 这都不是佛教的书 但是呢 他大量的影响 那也就是说 他知道这个基础的重要 那没有这个基础 佛法也推行不开来 那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佛法也变成口头三脉 蒙灭灰光了 那完全就是在那里空台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看到 所以一个社会分歧的好还是恶 那么你去了解一下 这一方众生 他的因果观念是否强烈 你马上就知道 如果一个地方的人 大家有一种因果的观念 那这个社会分歧 不会回到哪里去 如果说一个社会 他没有这种因果的观念 你就看到那就是螺旋下坠 那你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制度 最好的法治 也是挽救不了的 好 这个是银光大师在那个时期 所提出的 挽救国用 挽救佛教的方法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 银光大师的净土思想 银光大师的净土思想呢 对上当然是释迦师宗所谈的 《净土三经》 以及其他《净土经典》里面的这些意义 那么当然还有 历代这些《净土宗》主思 重要的思想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学习当中 也了解到 银光大师呢 他在十二组 车务大师的 红罗三 支付四常作的时候呢 对于《车务大师》这些《语录》 里面所谈的 这些净土的意义 佛法的意义 非常非常佩服 每天都读诵 作为自己造完功课 所以这些 不管是佛经的意义 净土经典的意义 还是这些祖师菩萨所谈的意义 对银光大师 净土思想的确立 影响非常大 那么我们谈银光大师的净土思想呢 那么我们从两个大的部分来谈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谈银光大师净土思想和生活 那么下一周呢 我们谈怎样传播净土法呢 这是银光大师的一篇书信 那么银光大师的净土思想和生活呢 我们分五个小的部分来看 第一个 中农敬奋 弦邪从尘 第二个 家庭教育 太太为大 第三个 居家修行 契合时代 第四个 至诚念佛 除病嚣张 第五呢 摄心念佛 事半功倍 好 我们看 第一个 东农敬奋 咸血 层层 这个银光大师 我们看到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 每一句都是非常的朴实 非常的朴实 非常的实用 所以呢 他所谈的这些呢 都是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得到的 家庭里面 公司里面都能用得到的 他基本上没有坦旋寿描的东西 也没有哲理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说 英光大师他强调强调最佳修行 这个主张都能敬奋 鲜血存成 光大 孝地 忠性 礼义廉耻 八德 是民心 归于宠厚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大力提倡净土法门 弘扬佛法 让大家明了自己本具的佛性 然后呢 发愿求生极乐 这是英光大师的一个基础的思想 思想路线 那么谈东龙境 东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修房子 修房子之前要干嘛吗 打地基 对不对 所以东龙 东就是打地基的意思 并且东的意思就是把地基打得越厚越好 所以新加坡的房子都是抗九级地震 对不对 这个地小花 你会挖到那个非常非常结实 那么所以说这个地基基基础越稳固 上面你建房子 建最高你都不用担心 所以龙是什么呢 龙理 龙理道德 那么龙理道德 体现在哪里呢 体现在孝地忠性 礼义廉耻的八德 英光大师这些思想在当时起初的时候 是否是被人批评的 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是起初新文化的 那么孝地忠性礼义廉是被认为是旧文化 那是应该丢定垃圾堆的 但是这些东西如果说是你丢定垃圾堆以后 你会发现 这叫八德 对不对 做人的八德 如果没有八德叫什么呢 王八了 对不对 这八德都亡了嘛 所以你做人资格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孝 孝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父慈子孝 当然这是谈双向的 做父亲要像做父亲的样子 做孩子要像做孩子的样子 那地 地谈什么呢 兄弟之间 周理之间 姐妹之间 应该怎么样去相处 中 中四老要提谈中后中时 对国家 对公司 对人 这些卖里 这些我们现在都在谈的 信 守信用 讲话要算数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以 不能说是你讲过的话不承认 不能变来变去 礼义 要合乎礼义 礼是我们一直谈礼 礼节礼节 礼我们都知道 做人要有礼貌 我们总是谈 可以驾车驾车要有礼貌 但是呢 它后面有个节字 节是什么呢 分寸感 做任何事情不要做不到 但是也不要做过头了 做过头人家也很讨厌 那 节是智慧 礼节 义 义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义气 正义感 正义感 要有正义感 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 你看 这点方面就是 新加坡这个社会很好 你看如果说是路上有抢东西的话 旁边人马上得过去帮忙 去抓那个小偷啊什么 经常看到报纸上有表扬这些 帮警察抓小偷的 对不对 如果说有人跌倒的话 马上就是一大堆人口过去把他扶起来 打电话赶紧了 把他送到医院里面 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这样 这就是有正义感 这个社会社会根基好 它自然而然大家都会不想帮忙 那么这样的话你看 即使家里边的老人出门以后 大家也不会太担心 他知道他跌倒以后呢 有旁边的人帮忙 会救治他 会帮忙他 如果说这个社会太冷漠 人跌倒以后他觉得 这个不关我的事情 那又无关 又跌倒又不是我的奸阳 随他去 那么你想想 看这个社会就很可怕 正义感 那就是脸 脸很容易连结 是什么呢 脸结对 任何什么做人要干净了 脸 齿了 要有羞耻感 对不对 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 现在有时候觉得 这个羞耻 有些人觉得 这个让我丢面子 这个倒不是 有些这个羞耻感很重要 你知道这个事情做了以后 这件事情做了以后 很丢脸了 你都不要做嘛 对不对 这是保持自己形象的 你要有一个好的形象 一个清净的形象 光明的形象 一定要有羞耻感 所以说这八德 要把它打得越结实 越厚越好 那敬奋就是敬自己的责任 敬自己的责任 家里边兆费有兆费的责任 妻子有妻子的责任 父母亲 要对孩子要做到这些责任 孩子呢 都对父母亲这些责任 公司里边 老板对员工的责任 员工对老板的责任 都是这样 每个人要尽自己的份 尽到自己的责任 你看如果说这些做到的话 这个社会非常小 责任 责是什么 责是革职 这是革职的 放一边 把什么放一边 把邪念放一边 那么如果明确讲究这是什么呢 约束自己 邪念给他停下来 不要让我们这个邪念 去变成行动 变成语言 去伤害他人 心里面一定要有真诚心 慈悲心 这是英光大师所谈的 我们不管是 这家出家 作为佛弟子修学 必须要具备的一个 做人的基础 人容的基础 这些基础呢 越厚实 做得越多越好 在这个基础上 再去谈修学净土 再去谈 弘扬火法 那么我们才会明了 借这个基础 我们才会明了 我们本有的佛性 才会放光 不然做人的基础都没有 我们老是谈 你有佛性你会放光 他几十年 他都觉得自己不放光 为什么 基础缺乏 所以英光大师呢 也这里也不断地强调 只要要皈依佛法 两生托死 超凡入圣 必须要刻进荣察之道 不断地在寻求善诱 教育我们 如果说不能 都能进份 歇歇从尘 之恶莫作 终善奔行 这根本欠缺 根本欠缺 会怎么样呢 与佛不相应 与佛不相应的话 和门 和有 门佛垂次接应 令其待业往生 与佛不相应 你怎么会感通佛来接应我们 让我们待业往生呢 所以尽其直分 既为世间善人 我们这些都做到了 自己的责任都尽到了 那么就是世间的善人 八德具足 就是善人 贤善之人念佛 则易于感佛 欲了生死 不可不足以能长 这里讲得太好了 贤人善人念佛 我们看到有些 你看他甚至平时都不信佛的 但是他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慈悲 一直来说 他是帮助他人的 然后呢 他真的是临终那么 就那么一会儿 或者几个小时的念佛 就非常自在地得往生了 这个从故到今 这样的例子都有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是慈悲 心是善良的 慈悲的心 才能感通佛的慈悲 善良的心 才能感通佛的善良 善良慈悲的心 才会感通佛的射受 这样我们信愿 马上就能够与佛感应到脚 如果说是我们心是恶的 心是恶的 心是不慎的 那么你怎样与佛感通 无法与佛感通 所以映竹在这里 我们看的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呢 其实是告诉我们 怎样与佛感通的秘诀 好 那么一光大师呢 以儒家和基础的佛法 然后总结了我们学佛 要从哪里开始 东龙尽奋 贤邪从尘 诸恶莫作 众善奋行 欲学佛道 以托凡俗 若不注重于此四句 则如无根之木 起其圣茂 无翼之鸟 起其高飞也 如果说是我们连 做人的八德和农场都没有 如果说是我们最基本的 家庭责任 社会责任都没有尽到 如果说我们心里边 老是显眼 对人不真诚 虚假畏作 那么 想要学佛 想要超凡脱俗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就像 就像没有根的树木 你还想让这个树长大 根本不可能 也就像没有翅膀的鸟 你想要那个鸟飞高 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些话 我们看到 其实对我们来说 都是精欲良言 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现在 这个教育体系里面 谈这些都太少了 我们谈的都是怎样去 科学上怎么样去做专业 我们谈都是怎么样去 物理上怎么去做专业 化学上怎么去做专业 工程上 其实都是谋生的手段 谋生的技巧 而我们谈这些做人的基础方面了 基本上这些大家都忽略掉 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 这些都是必须 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到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英华大师呢 以净土理念为核心 那么总结了四句 修学净土的要语 真为生死发福其心 以生信愿是否名好 我们看这是刘国子 其实前面 筹误大师都已经谈过了 说伯蒂凡夫 欲献身 寄了生死 若不依此四句 则成 无因而欲得果 为众而是收获 万无得理 果能将此八句 通生何丹 决定可以生入圣贤之欲 亦能极乐之八 那真正要为处理生死 解脱轮回 要发心 那要发心 是因为我们认识到 我们在轮回当中很苦 一切众生在轮回当中都很苦 都希望能够得到救吧 在这样的基础上 这样的心念上面 我们一心一意 一心一意念佛 求生尽度 那么 毁入缩火 再来救度这些众生 那么我们反复 我们反复 我们是伯利反复 伯利反复 就是说 我们本身造作的业障 各种各样的业力 没有办法去计算 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表达 所以如果说 我们想要在这一生 想要两生死 如果不依照这四句去修学 如果不依照这四句去修学的话 就是无影响多苦 没有种下种子 没有种地 就想私收过 这是没有可能的道理 所以必须要从真为生死 发不及心 以生信愿 持佛名号 这些来作为我们修进 修学尽途的一个指导原则 好 这是英国大师的第一个尽度思想 第二个 家庭教育太太为大 有些人会奇怪 英国大师怎么会谈这个 英国大师说 当今之事 若不齐倡因果报应 随佛菩萨圣贤 据出事 因某游之何意 你看这些话 如果没有因果观念 没有善恶观念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错误 不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做的 什么是你不该做的 这些八德没有 农藏没有的话 即使佛菩萨再来 即使这一切圣人都来 没有任何办法 这些人是救不了的 那么又说 善教儿女为治平之本 而教育优要 这些我们要教育孩子 想要一个社会太平 想要一个家庭安宁 想要一个家族省望 那么肯定呢 是要从教育 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开始的 那么英国大师这里说 教育优要 教好女孩子 比教好男孩子重要 我们看英国大师 对女性 对女性期许很高 他又说 治国平千下之权 女人家操得一大半 这个齐家治国平千下 这是儒家的一个基础 格物治之 齐家治国平千下 格物治之 正心诚意 齐家治国平千下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个齐家的话 家庭治理好 管理好 治国帮国家管理好 然后呢 会让广自地区管理好 千下派平 所以这个要做了 要做了女人家操的一大半 女人占了一大半的责任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呢 世少贤人 由于世少贤女 世间限制了 这个贤良的人少 贤良的人少了 是因为世间贤良的女性少 有贤女则有贤妻良母义 从小如果说把女孩子教育好了 女孩子长大了 她肯定是贤妻 是好妻子 是好母亲 如果说是好妻子 好母亲 那么其夫 其子女 无有不闲着 如果是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她的丈夫 她的子女 肯定会变好 如果说变不好 那是极少数的 那这事情 我倒是告诉我们的 告诉我们的真相 有贤女 女孩子教育好 她长大 才能作为一个贤良的母亲 贤良的母亲呢 才会影响她的丈夫 才能叫好她的子女 那么最后呢 这子女长大成人了 才会是一个贤良 真正有社会责任的人 那么以后她再说是 世俗 结成夫人 约太太 那我们把这个 结婚的女性呢 谈得叫太太 须知 太太二字 意义甚中大 太太这两个字啊 其实是非常尊贵的 查太太二字 自渊源 其周代 那周朝就开始了 那距今 距今我们知道 孔子到周朝 周朝到前面 已经三千多年前了 以太家 太任 太四 皆是女中圣人 那这个都是三位 三位 三位夫人 那么皆能向夫教子 他们都能帮助赵夫 那都能教育好孩子 太家 生太国 那这个古宫潭富啊 周太王 太家呢 生了太国 中庸 这是老二 纪律 这个是老三 那么纪律呢 取太任 太任呢 生文王 周文王 那么 那么中文王呢 取太四 太四呢 生周王和周公 这个我们中华的 华人的礼仪制度 华人的 文明的渊源 这是从周朝开始 那从周朝开始 我们有这种 这种一切的礼仪制度的建立 第四制度的建立 包括我们继续祖先这些 这都是从周朝 把它制度化下来的 所以周朝对于我们的 中华文明的 中华文明的 集大成 和对于中华文明的 传承是非常重要 而这个周朝 之所以有这样 重要的贡献 所以你看孔子 一直说要恢复周礼 就是因为这种制度 这种礼仪的制度啊 对于我们文明的传承 太重要了 那么文明的传承呢 它是怎样去保障的 我们看是因为 有几个圣人的出现 有吉利 有周文王 有周五王 以及有周五母 而这几个圣人呢 培养是谁培养的 是三个女人培养出来的 太阮 太四 太疆 这三个女人培养出来的 所以有这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 曾有这古代 这三个圣人 这是我们华人牧民里面的圣人 周文王 周五王 这些都是 所以如果说是没有这三个女人的话 那这三个圣人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他说 这个太太为 自宗无上之称呼 太太 是借这三位 这三太 然后女性叫太太 所以女子须有三太之德 方不符次宗称啊 所以要有 以这三太作为学习的榜样 所以我们现在你看 叫太太得越来越少了 是吧 我们知道现在都给成老婆了 是吧 这就是老婆之下的原因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太太可能承担责任要大一些 对不对 但是这里呢 我们看 其实就是 英国老师告诉我们 就是做女性 在家庭中的社会 在家庭中的它的重要作用 所以一个女性 女性好的话 好的女性 可以影响三代人 四代人 五代人 一个女性不好的话 她会在家族里边 会祸害三代人 四代人 五代人 这个是真实的 我们看从古道家都是如此 那么印竹再说说 经历女人任来任之事 则女人正为之事荒废 名为名随为 抬刚女人的人格 实在为推倒女人的人格 治国品先像是要道 自于家庭教育 而家庭教育母人都办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评选 这印光大师就取上男女平等教育 让女性做男性的事情 女性做男性的事情 把女人的正位 女人本分类的事情 完全就没有做了 做不到 估计不到 那么本分类的事情 做不到 是这样其实呢 是表面上好像是 抬高女人的人格 实在是推倒女人的人格 女性的作用 最重要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什么家庭教育荒废 子女和这些父母之间 有这种龙大的代沟 没办法交流 其实主要的原因 都处在这些方面 所以这些 我们看这个是印光大师 在几十年前所提出的 其实我们现在 都应该有些反思 那么印光大师 在给明星法师的回信里面 也祈祷 所以又以女人说 当然也可以与男子说 女子从小必要教比 性情柔和 性情要柔和 众欲不如意识 亦不生气 习以诚信 不但与自己有无穷好处 且家庭得和睦之享 而儿女必不要死 性情贤良 国家得贤彩之庆 他一个家庭里面 女性性情柔和的话 家庭才能够和谐安享 对子女教育才能够 真正做到尽职尽责 所以气性大的女人 脾气大的女人 一生气 乳肌变成毒脂 为儿过多病 过多致死 这个现在是有科学证据的 你一生气以后 你本身有些 在腐乳期的女性 她的这个乳肢里面 就有了毒性了 那么孩子她吃了以后 有些的生病 甚至有些死掉都有 这些的科学证明是这样的 这个印光大师 那个时候已经早 已经是起出来的 那么我们看到 印光大师提出这些 家庭教育里面 父母教育子女的步骤是什么呢 从胎教开始 不是等她出生开始 胎教开始 那么用妇能够吃素念佛是最好 回胎的时候多做善 尽量行善 那么让这个胎儿 在胎中能够禀受正气 他在胎中 其实他都已经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你在想什么 你在说什么 他都很清楚 他都清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所以呢 多讲善语言 多诵经 多念佛 那么多吃素 对胎儿 他禀受正气 那么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样呢 孩子出生以后 才是有一个这样的光明正大的性格了 年少的时候呢 给他巩固 这些基本的龙朝道理 年少的时候 这些八德的基础 一定要教育他去做 这样本利而道 基础巩固了 以后他学东西 学东西这些是技巧性的 这个学得很快的 这个是学得很快的 不需要说真正 像我们现在是 有时候这个 其实你看 把一个教育 有些学某些技巧 你学个十多年 甚至学了十多年 去了以后都没有用 经常所从事的职业 和自己所学的东西 好相干的 而你在一个职业里 你也真要熟悉你这个行业 非常快 生信因果 信愿念佛 对于孩子来说 这个因果关键一定要有 那么当他年龄大了以后 行有余力的情形下 再去给他 让他去学习大乘的经典 或者是儒家的经典 好 这个是英光大师 谈这个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重要 第三个 谈居家修行 契合时代 那么居家修行 契合时代 我们看这个 英光大师呢 不会轻易赞成这些弟子们出家 当然这个是与他所处的实在是乱世是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这个 整个的我们看上佛教的传统一直以来它是官方发戒谍 这样的制度 就是每年这个地方 它有多少人出家 它是固定的 不能超越的 如果说 如果说是超越了以后算是私自气度 私自气度算是违法 那是要去坐牢的 到了清代千六年间呢 这种制度取消了 那取消以后呢 那么就可以自由出家了 自由出家以后呢 虽然说是自由了 但是我们看到 泥沙俱下 那生人的素质 马上降低了 那所以以前出家 要经过严格考试才出家 那这个圣子呢 考试出家 比考进士都懒了 这个增了个失败 要求太严了 那么所以荧光大师就说 你如果说是出家以后 要出家以后 如果说没有按照佛的教导去修学 没有严格终受各种规范的话 你造业还不如这家修学 那么荧光大师也说 说古人为出家 来大丈夫之事 非将相所能为之 来争与失与 非亦将相而扬生其 这个荧光大师谈到 古的意志性说了 说这个出家是大丈夫 这是立字的事情 大丈夫是什么 做菩萨做佛了 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到的 是要有这样的决心 有这样的坚征不二的信愿 有这样的坚持 各种忍辱行要做到 你才会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所以各种各样的考验 确确实实是很多 非将相所能为 这个是真实 绝对不是说是亚迪将相 然后是阳刚出家 他真实是这样 所以荧光大师说是 你要真正要出家 第一个是要真正要 他自立立他的大菩提心 第二个是要有过人的牵姿 这是他起初出家的条件 过人的牵姿 是要真正要有智慧 要有大的发心 不然的话 你要落了头发 切了头发 那就是光脱俗汉 这是荧光大师 一直所起初的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时代 有很多的男居士 女居士 都写信 甚至有些是多次写信 求荧光大师为他祈祷 荧光大师都没有答应 所以他一生没有祈祷徒弟 唯一的一个是谁呢 红一大师 红一大师几次写信 要医职他做师父 但是荧光大师一直也没答应 最后你跟荧光大师 然必相奉仇 荧光大师勉强答应 勉强答应以后 你看有红一大师 过来有七千的时间 和他相处 去观察映祖的一言一行 对红一大师 这个喜好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我们看 智诚念佛除病消障 这个智诚念佛除病消障 这个是荧光大师 针对那个时代 以及我们现罪的重生 现罪的重生 我们不断地谈 我们的寿命也延长了很多了 我们好像福报很大了 但是我们也发现各种各样的生气的疾病 心灵的疾病越来越多 那么这里呢 荧光大师就谈 第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 他分析说 我们世人多病苦 多数素生杀业所感 那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病苦 大多数都是过去是杀生所感的结果 杀生多病 那身体里面多苦 所以我们从无死以来所觉得的冤业 我们的西数 若不念佛 叫长劫报复 我也了不起 那么可以由念佛力故转后报 重报会现报轻报 那我们无死结这种造作 杀了多少生命 吃掉多少生命 这样我们杀众生 众生杀我们 常见以来报复来报复去 无有出去 没完没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 那要多加念佛 念佛可以把后报 后面这些重报 后报 就是将来要下三恶道这种果报 转为现前 转为现前的轻报 一场病 或者就把以后 这种要进入三恶道的果报 就可以消灭掉 那这个事必须要 必须要制成的念佛 制成的忏悔 那么第一 因为英国他说是病有生生 生有业生 当痛加忏悔 以消失业 我们这个病是由我们生起 所生出的 我们有生起就会生病 但这个生起是从哪来的呢 生起呢 是由我们的夜报所改 所以呢 要有惨愧性 忏悔性的消失业 那么生病以后 又需历届房事 以免复赠 那夫妻之间一定要注意 这个生病以后呢 一定要借房事 以免复发 无论何病 不借房事 绝对来欲 以疾病最深 何须随中念佛 但在家中 悉心经念 最唯一第一 当然 在生病严重的时候呢 也不要太去勉强 自己 一定要去念佛 这个事情 因果大师 他非常慈悲提醒我 你可以先好好地休息 在家中 你也不要到道场里边来 不要说是要赶着 多把揮 老是把揮 好好的休息 在家里边好好休息好了以后呢 自己心静下来 然后来默念 等生起恢复了 然后再来 那么第二个 因果大师 痰疾病的种类和治疗方法 这个在学医发映里面 这佛四大一王 复制众生 生心 生死等病 然生死大病 有心而起 故先以治心病为前导 那这个 我们这个生死是大病了 其他都是小病 那其他都是小病 果能依法修持 则生病即可随之而遇 那如果我们依法修学的话 那么身体上的疾病呢 也能够消除 生病呢 有三种 一个是过去的 毅力所感的疾病 叫素叶病 第二种是内伤病 第三种是胃感病 这三种病为素叶拦制 过去是所造的 毅力所感的病 最拦制 他能结成静静 发自立立他之大 福其心 念南无阿弥陀佛 今年的观世音 复杂圣号 超度素是所害之 冤家对头 比若离苦得乐 病者 即可夜消病予 不但不服为水 反感超度之恩 而因为护佑 反应此病 即此病者 均不可不知此意 这些异障病 我们要真正的 要发大自体性 自立立他的心 念阿弥陀佛的圣号 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那么 以超度我们这些 过往的冤家对头 这些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得解脱 得处理 需要他们能够生善序 那么他们处理了 得到解脱了 那么我们病就好了 病就消了 那么他们得到利益以后呢 他不但最不会来作祟 不会来捉弄你 反而呢 他来会报答 你为他送 你为他送经念过超度之恩 并且暗中会固有 这个是谈第一个 谈一扰病 内伤病 内伤病 或用心过度 用心过度 思虑太多了 想法太多了 这个是现在很多人 一个最大的问题 很多病就从这里开始的 或者是酒色财气 各有嗜好 偏向于某个方面 酒色财气某个方面 那么若能 都能尽一份学习从臣 做莫做终善奋行 兼用药制 必义神域 当然这些呢 你还是要从正自己的心开始 从守德开始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开始 从做莫做终善奋行开始 所以如果说不注意根本 威章 你要依然见效 纵效 你不能远不复发 如果说是我们不注意我们自身的 我们自身的成心正义 不注意我们自身的原型 光去吃药的话 你很难见效 这是内心思想所感的这些病 纵然有效 你不能不保证它不复发 那么还有一种叫胃感病 所以这种胃感病呢 依前泪伤所说自发而行 纵有胃受风寒 鼠热之患 一击 一击抑制 若不注意于 尘分 治愈 咸邪从臣 即胃感 一不抑制 以根本受伤 涂治之末 数难得意 这个胃感就是我们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毛病 这种寒暑的变化 或者各种感染 头痛脑热 这一类的疾病 那这一类呢 依旧呢 还是要从前面所致的内伤病 这种方法 还是从修正自己的原型下手 然后呢 再去用药 当然呢 我们自己内心里面要保持平和 那内心里面一直是在一种不平 不平衡的仇恨的状态 这种愤怒的状态 或者说自己这种欲望 贪欲赤胜 忏恨赤胜 欲望一直是这种对位张扬的状态 那么这个病呢 也是很难好 那所以这种治病 我们看到 这个印度所叫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 首先还是从自己疗愈 自己的心开始 医药呢 当然也要用 不能说是 我这个治药念不得好了 我不用吃药了 不能这样 你要是病好不了 然后呢 又跪佛不灵 对不对 这个不但你对自己有所伤 对佛法也有所伤 第三个 病凡可以用药制者应当有药 英国道士特别这里提出 凡人有病可以药制者 医不病绝不用药 一定要 能用药尽量用药 不可以药制者 不可以用药制的 随先单一无用处 你用药制不好的 你吃先单一无用 旷世间药 无论能治不能治 这病 经义服 而且妥药 此药绝不误人 福则 过生过心 必及见效 当然如果说我们在服药的同时 能够念佛的话 那这一味药呢 这什么病都能治 因为这一味药呢 阿提陀药呢 能够保持我们的正念 保持我们的佛念 保持我们的静静自行 这是了预各种身心疾病 最重要的方法 念头正了 念头正了 其他的都能够正过来 不然念头邪了 那你吃最多的药 那治小病可以 治大病 绝对治不了 第四个 病时念佛求生净土 受弱未尽 病则肃愈 那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生病的生病 那么怎样让病 会好的诀窍 学佛之人 做医师 反育症病 这个是谈学佛人 有些会医生的 会医术的 所以你遇到重病的 正当以消除塑液为主 那么首先 以这个消除业障为主 另比吃素念佛 仅念观音 这个不仅仅是 对于有些懂医术的人 那么我们不懂医术的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 如果说有些人生病了 劝他吃素 劝他念佛 劝他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 给好 则决定素好 那么这样 你是要再加上这些方法 给好的 决定好 马上就好了 受定 则决定善主 那如果这个时候 他的寿命已经尽了 那么 他会很自在地离开这个世界 不会偷偷拉拉 那不会再痛苦 不至于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已 那这个也是 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有些 这个为了 为了持续某个人生命 用尽各种各样的 介入性治疗 侵入性治疗 满身擦满管子 这些 最终的你搞的是 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了 痛苦万端 非常非常的 不起畅 所以我们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如果说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呢 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有些人一听说 我生病了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然后我走了怎么办 英光老师真的告诉我 你要念佛求生净土 你受若未尽 则到肃晕 如果你的寿命还有的话 那么你很亏就好了 如果说你寿命已尽 那么肯定 得生净土 所以不用担心了 不用担心了 所以这类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生病的时候 我们一个正确的心态 怎么样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候 要保持正念 保持佛念 告诉我们生命在无常 在呼吸之间 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生 其实求生净土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求生净土 是治疗我们的生死大病的 除过这一间 除过生死的大病 其他都是小病 其他都是擦烧 都是一别的小病 都不足为耻 不足为耻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五个 英国导书说 摄心念佛 事半功倍 那个这里是告诉我们 怎样让我们能够摄心 让我们念佛了 念得更有功效 这个是我们很多同修 在问的问题 英国大师 在对刚少林 一世的信中 是这么写的 说摄心自法 莫若先 与至诚恳切 想要我们摄心 心能够摄得住 那么首先呢 要与至诚恳切的心 来念佛 心不至诚 欲摄莫有 诚心不道的话 那么想要摄心 是根本摄不住的 既至诚意 又为从一 当摄耳递清 所以我们诚心具足了 但是呢 念佛本来专一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摄耳递清 用自己的耳朵 亲自己念佛的一声 无论是出声莫念 继续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因从耳入 心口念得清清楚楚 耳根清得清清楚楚 如是摄心 妄念自息 这是荧光大师 一直所强调的 念佛的方法 具足至诚恳切 求生进土之心 然后呢 一心以意的念 一心以意的清 只要能够保证自己 能够听得清楚 自己的念佛 就说明我们念头 在念佛上面 如果说念着念着 自己听不到 自己声音的念佛了 那就说明 已经妄想起来了 人不想着爬了去了 这个时候 如果说警觉了 马上就回过头来 再一心一意的念 一心一意的清 所以 那么以上的方法都用尽了 妄想 依旧谈罪怎么办 所以应做很慈悲 教的方法很多 那么用尽了以后 我们都用实念法 实念技术 那么实念法 这种方法 有两种 以前所传的实念法 是一口气 静一口气 念十声 念完以后 再接着念 直到把这一口气念尽 实际正念十口气 这种实念法 但是这种方法 其实你在做的过程 你会发现什么呢 它很伤气 所以应做了 它不提倡这个 那么应做提倡的方法 是什么呢 念佛 自己末 自己属数 但是这个属数呢 属数呢 不要出声 念头属 所以你念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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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声 你念实声 你自己默念 数清楚 你念头都非常专严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 很多同学 可能刚开始数的时候 数到第四声 第五声 就数不清楚了 就是你这个 射心的能力太差 所以这个是要凶列 当你念头 其妄想多的时候 咱们念重的时候 用这个试念法 你都念头一下就回来了 那么这种方法呢 静坐的时候 也可以用 走路的时候 也可以用 那你在任何地方 如果说 你想心静下来 那么用试念法 念完以后再数 重合这数 念完以后再重合这数 这样 但是这个数呢 用念头数 不要出声 不要说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不要出声 是用念头数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让我们转念 那目的让我们转念 念头能转想 好 那么这些 我们看到 喜友谈的这些 印光大师的 这些净土的思想的 特别是这些 生活中运用的方法 我们家庭教 我们怎样叫小孩子的方法 做母亲的 怎样做要好母亲 尽自己 尽自己责任的 这些方法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生活中 非常实用的方法 那么这些呢 如果说是我们真正 把这些能够用到 我们的家庭当中 用到我们公司当中 用到我们和为人厨师当中 包括我们生病了以后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 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 把这些落实的话 那么我们这些方法呢 都非常受用 那对于我们的方式都非常大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好 大家一起来回向 愿消累结诸夜障 愿得福慧日增长 愿尽此生出作活 愿佛接引生爱意